今天早上有上百位雲林縣胡偉鎮 連石裡的居民 他們高舉白布條抗議 他們抗議說附近有一家生產玻璃纖維的工廠 排放很多廢棄污染他們的農作物 同時他們也擔心自己的健康會受到影響 後來經過了協調 這個工廠答應說要賠償損失 也答應很快的要進行改善 拿著快要收成的稻碎 輕輕一捏 稻碎像空心般粉碎 怎麼會這樣 農民說 之前從沒發生過這樣的情形 自從富橋工業運轉生產後 不管是稻米或是青菜 都像重度半無法收成 面積將近三公頃 他們還擔心工廠排放出來的廢棄 或只影響農作收成 也會危害身體健康 原理先政府接到檢舉後 已經勒令富橋工業暫時停工 不過富橋又以試運轉名義繼續開工 針對這點 縣府準備開罰 依法就是行政處分 包括行政罰款 還有包括這個命令停工 命令居民抗議聲浪 富橋工業代表除了表示虛心接受外 也允諾將會賠償農民損失 並且在一個月內改善 由於獲得工廠善意回應 抗議民眾暫時接受 不過也揚言 若是富橋工業食言 將會發動更大的抗爭 明星新聞 正小青 雲林報導 武漢京教育dz